脆皮烧肉快到切快 无论是便当 还是小火锅都能见到猪肉 元旦开放莱猪进口后 政府网站也查得到 根据猪肉仪表版统计 累积到1月7号为止 美国进口猪肉还是挂零 但看看边境查验系统 拿上关键字 美国猪搜寻 却找到无比资料 包含猪肉 猪肠 猪肉现象 香料等等 加起来总量超过108吨 担心说虽然它显示是没有 但其实我们知道的是莱猪 至少资料是一致的 这样比较不会让人混淆 到底哪一个才是真的 然后我们到底是要看哪一个 才是真的有保障 不过食药署也出面解释 边境查验系统出现的美国猪肉 并不是莱猪 加上官务署还有其他报演程序 才会导致资讯有落差 那因为这个 有一部分是旧的系统 那我们现在在积极在更改这些城市跟系统 那要配合仪标板的资料 每天在11点公开这些资讯 那我们会尽速赶快把资讯做得同步 冷冻食品业者大佬跟着背书 强调目前并没有莱猪进口 但资讯把关还是需要政府努力 三层留意识陈佑荣台北报道 打开 阿滚